幸福好时光 你今天心情好吗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有趣的 我也于心有七七烟的一篇文章 叫做八大症状 检视你是否中了长女症候群 我老实说 我非常讨厌一个民间的说法 也就是说 叫人家生什么一女一子 这样凑一个好 而且女生一定要先出生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这个长姐如母 如果是哥哥跟妹妹 哥哥未必会照顾妹妹 但是如果 因为这个一般的我们这种 还没有脱离农业社会的习性的家庭 还是以男性为主 那如果是女生是长女 其实要个弟弟 姐姐一定会照顾弟弟 一定吗 我看还是真的有八成 但也有那种 比较不负责任的自我解放的 他说呢 如果你要举办家庭旅游或找聚餐地点 大家都已经成家了 那谁会第一个跳出来 那如果你有个姐姐 很可能就是她来负责 那假如呢 你是家里唯一会跳出来的人 而且你又是姐姐 你就有长女正后群 基本上啊 我一定有 因为我们家只要聚餐了 一定都是姐姐在付钱 也就是必忍我 但我还蛮高兴的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说嘛 很多人会一直付会不高兴 但我还好 因为呢 我想要有那个权柄 那个权柄叫什么 就去我喜欢的餐厅 而不是我不喜欢的餐厅 其实就好像我们开同学会 我也一定会出来付钱 因为如果你叫大家付 那大家的意见很多 当然这个是在我小学同学 我才会付 为什么 因为小学我是班长 其他不是的话 你万一付钱 人家也真的不高兴 我给你赌 所以你要在乎这一点 就是这也是一个人情事故 但是像每次我们小学同学 聚会就说 我现在订哪个餐厅 要来的请举手 就这样 大家不用出 不要来抢单 但是那个餐厅 必须必然在下 我决定吃素是不是 那你就吃点那个 随便帮你准备的东西 也是会吃得很好嘛 但是不用叫所有的人 去素食餐厅是不是 那么到底什么是 长女症候群呢 在社群平台上 已经看到了一些讨论 在一个观看次数 已经接近700万的抖音影片里面 有一个家庭与婚姻治疗师 叫做莫顿 Katy Morton 他就分析了 长女症候群的八个症状 来看看你有没有 或你姐姐有没有 第一是对他人 有强烈的责任感 我有 如果没有把它压下来的话 有时候 我觉得好像会无限扩张 这个状况还是有严重的 有时候会想说 这明明你的事关我什么事呢 那这样想 我的心才会比较清凉一点 第二呢 就会做出超乎预期的表现 也就是希望自己表现得很好 可能就是从小很认真的 想要做很多事情 被父母赞赏一直留到现在 第三叫做经常陷入焦虑 这几个字不太好听 但是中国人的说法叫做 先天下之忧而忧 是不是变得高大上了 第四习惯取悦他人 就是要想要让人家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你很会照顾人 我以前比较有 现在呢 大概已经摆脱了这个魔咒 第五呢 发现自己很难设定界限 也就是有人来找你 你就觉得我好像要帮他解决问题 然后第六叫做感觉到内疚 内疚跟焦虑是相对的 做不到 担心做不到 你就会焦虑 然后已经做不到 你就会内疚 第七是 在关系中会遇到某些困难 我这谁在关系中不会遇到困难 这点我觉得你可以删掉了 然后第八是 对兄弟姐妹或父母 感觉到怨恨或常常抱怨 这倒是我常常看过 就是在抱怨说 每次家里什么都是我管的啦 点点点点点 他们都不管啊 可是要叫他们管的话 你也不放心啊 要叫你不管的话 你也嫌不下来啊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刻板印象 老大有责任感 那假设有三个的话 老二就会察言观色 他也真的有点倒霉 他受到的关注 不过这个不一定 如果老二是男生 老大是女生的话 在这里受到的关注 还是比较高的 但如果是老二是女生的话 他比较善于察言观色 恐怕就是事实 那万一有个老三 他就是中间被挤压的三明治 那老妖都比较会耍赖啊 撒娇啊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美国休士顿大学 社会人格心理学家 达米安就这么说 的确是有学术上的发现 有一些家庭 他的角色 教育程度 智商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也就是老大 可能就是有一个特质 年长的兄弟姐妹 看起来更负责任 甚至更聪明 为什么呢 其实没有为什么 因为你也比较老嘛 那你面对的事情比较多 家庭如果家道中衰 那个责任就一定 先在你的头上砸下来 因为你大了 所以他会比兄弟姐妹 更成熟 有一个在英国 美国 德国两万个人的研究 发现 并没有太明显的性格特征 会影响你的人生 就是出生的次序上面 可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做的是东方社会 肯定有 因为我们从小受到什么 有没有长嫂如母 长姐如母 长胸如父 就常常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那其实呢 有人说 老实说 我们的基因 智商 还是跟DNA 比较有关系 对于你是老大 老二老三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长女症候群 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社会的性别规范 对于那个最大的 期待 一直加成 一直不断的训练 然后产生的总和 长女症候群可以描述 家庭里面大女儿的 给人家的某种一致性的感觉 比较有责任感 但也有逃掉的啦 我这样说并不公平啊 那想要成为弟弟妹妹 第二个母亲 尤其在东方社会 这个研究非常值得做 东方社会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你这个 比如说我跟我弟弟 其实相差才一岁 可是爸妈不在家的时候 就是你要照顾弟弟 弟弟要上学时 就是你要带弟弟上学 你虽然也会偷偷欺负他 但无论如何 别人欺负他的时候 你会站出来 这就好像个电影 有没有 就是那阿达一组里面 那个Friday一样 他是他弟弟的救星 但是他也是他弟弟的 那种施行者 那他有一个治理名言叫做 我弟弟是不是 只能我自己欺负 别人不能欺负 那么如果你是长女怎么样呢 其实我读了这篇文章 没有解答 我自己可以提出一个解答 针对前面他讲的八个症状 也就是说 第一啊 你要界限有一点分明 你当然是想两肋插刀 去帮所有的人 但要去问 你能力够不够 还有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你管啊 界限在哪里 如果不该你管的事 你不要管 否则你越帮啊 那些把你当长女的人 就会越来越无能 我曾经看过我的亲戚的一个家族 就不好说是什么 哪一个亲戚 他们就是前面 大概前三个女儿都是姐姐 我在说什么废话 也就是大姐二姐三姐 然后面呢 就是四弟五弟六弟 结果产生了什么状况呢 你应该知道 也就是大姐二姐三姐都超级负责人 这就是众男亲女社会的影响 四弟五弟六弟全部完蛋 就是长大之后还要靠着大姐二姐三姐 分明是后面的四弟五弟六弟 他的教育水平 因为年代越来越靠近现代嘛 比较高 但是还是这个前面的姐姐在养家 每一个人什么事情啊 家里要没钱啊 夫妻吵架啦 就跑去找这个大姐二姐三姐 尤其是大姐 那照顾过多的结果 反而让后面的孩子没出息 我以前也是一个那种没事忙的 就很多事情会觉得 我帮你解决啊 我现在才不呢 我都觉得 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训练场所 以免失去了功能 那么有关陷入焦虑 感觉到内疚 我觉得也还是界限的问题 还有啊 某一种人生观的修炼 像我现在 就是比如说 我最近要完成的事情很多嘛 有一个历史博士在写论文 也不一定会过关 虽然三关已经过了一关 然后还有一个商学博士 正在上第一学期很沉重的课 那我的想法啊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你这样逼自己干嘛 但是我觉得啊 有些时候 你改变一个设定密码就没事了 这就是那种承担过多 症候群要学习的 我自己也慢慢再学 那一转念就好了 所谓的转念 听起来很佛学 对不对 不是 这不是我要讲的 我讲的是你 改变你的设定 或改变那一个感觉的按钮 比如说 有时候 我最近就常听到 我自己说 尤其是那个写历史的方面 我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一个文科生的悲剧就是 真的一个标点 一个格式也不能错 那我这种比较不拘小节的人 绝对是一种酷刑 第一 我的感觉就是 哎呀 还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没有把博士继续念下去 赶快出社会工作 不然一辈子我都在搞这个话 以我的个性 大概 你用大而化之的个性 在搞那些小节 基本上长久是会疯掉的 那么第二呢 我心里有时候会出现说 哎呀 加油 再撑下去 撑下去就好了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 告诉我自己 什么叫做撑啊 要不要改成另外一个词语 比如说 再享受下去就好了呢 就是 你把它当成像打电玩 打电玩你应该不是在撑嘛 你是在享受那种快感 对不对 你要不要转变一下 把它当成你正在享受的 哎 你慢慢的 你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电流 那个电流就是 哎 在这个轨道中也挺舒适挺好的 我是蛮擅长处理我自己的焦虑 而且你在观察自己的结果就是 那些担心 做不好的担心 其实会随着时间而变淡 千万不要尽量加工 努力的去想负面的结果 那你很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的焦虑 不会让焦虑把你整个人包住 因为焦虑是焦也没用的 对不对 怎么焦都是没用的考虑 那么还有呢 其实设定界限 就是马上区分问题 就刚刚讲的 你要擅长拒绝 拒绝就是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说 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 你一定要帮我忙 我说来 我没有办法含糊的答应你 因为我不喜欢我答应的事情做不到 所以请你先清楚的告诉我 我来判断这件事 我做不到 做不到 那再来呢 你说最焦灼的长女症候群这一点 叫做对兄弟姐妹或父母 有一些抱怨 其实这一点我还好 我当然知道 比如说在某个家族里面 我家大概是我30岁之后 什么重大的婚丧喜庆 大概都是我在主办 但是我弟弟也没闲着 可能我小时候也没有太顾他 因为我很早就出来读书 14岁就离开我的家乡 所以我们都会说好一个节奏 那不管在任何状况之中 我跟他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对于我们两个人而言 所有谁 包括父母有时候会来挑拨兄弟姐妹的感情 你都没有办法挑拨 我们的任何的状况 我家庭遇到困难 我们的矛头是一致对外的 其实你真的攘外 一定要先安内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吸手解决问题 那至于有些时候我比较没有空 我就会跟我弟弟说 那我出钱你出力 所以我也不会因为我没有出力而感觉到内疚 他也不会因为姐姐每天 真不知道在那忙些什么鬼 那像爸爸就是跟他住嘛 以前妈妈也是跟他住啊 因为他是长子啊 其实他的责任也挺重的 他也不会因为说你不知道都跑掉了 你只是来当圣诞老人而觉得有怨恨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角色认定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统计倒是要告诉你 其实如果一个孩子在家庭中一直被期待的话 那么他很可能就会更有责任感一些 这也在我的家庭思考里面有想到 我家的孩子到现在在我看来 还是一个生活低能症 我们当然有训练 但是训练的效果不是很好 当然他是一个有家教有礼貌的孩子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现在真的只要一个孩子有礼貌 你就可以说他也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因为我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没礼貌 很多的网红 他常常就是拿那个 比如说某个圈子里面 最德高望重的长辈 就好像指着他像指着狗在骂一样 这是现在社会的现象 而且这些网红也不是青少年 有的可能也半百了吧 所以有礼貌也已经是一种特长 当然这也很可能 就是我干嘛讲到 自己在赞美自己家小孩有礼貌呢 事实上你的孩子 还是你的教养出来的结果 那他的生活低能症也在于 爸妈动作都很快啊 我们从他小到大 很多事情会觉得说 一下就做完了 我们两个就动手啊 所以这也不能够互相怪罪啊 我现在的用词不是说 都是你宠出来的对不对 他也会说都是你宠出来的 后来我现在的用词叫做 这都是我们宠出来的 是不是比较公平一点呢 那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很家道中帅 而又突然他能够幸运的或自信成长 毕竟是他克服过非常多的困难 他被困难所期待 于是成为一个会很多事情的人 那这个应该要怎么运用在你的家里呢 要怎么样期待孩子呢 原生家庭里面 父母常常给孩子角色期待 比如说大姐 你就是要在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弟弟啊 弟弟你就要听大姐的话 所以就形成他们的性格 那自己的教养风格 请你尽量公平 不要给长男或长女过大的负担 那你要创造一个环境 让孩子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 也能畅所欲言 不要说姐姐就是要让弟弟啊 女孩子就要怎样 其实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全部刻板印象已经出现了 被期许的孩子 他会比较在乎你 而且他会想好好的表现 但是那个家里一直被照顾的 你有想过吗 姐姐虽然照顾了弟弟 但是弟弟 你也要想办法去肯定他 让他去照顾谁 否则的话 基本上你们家里的角色扮演 就会失衡 我也看过有些家庭 他这个叫做 所谓的长姐正后群 长女正后群 不只在于你是不是姐姐 我常看到比如说 一个家庭有三个兄弟 老大呢就吃喝嫖毒 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被期许很深 他逃避责任 老二突然就变成老大了 他就承接了所有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 在我的心目中 长胸就应该这样 现在你不做 我来做 所以它是一种心理的情节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 也就是舒适圈的问题 关于舒适圈 有两种说法 一个啊 叫做要跳出舒适圈 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 不要一直把自己当成 沙发上的potato 马铃薯 窝在那里 每天都不知道改变 但是 近年来我也看到 另外一种说法 其实这个都是 字面的纠结和冲突 一种说法就是 你呢 怎么应该跳出舒适圈 你不应该啊 因为舒适圈 本来就很舒适 就是你专长的地方 你才会待在这里这么久 也学会一些东西吧 你总不能乱跳 对不对 就跟青蛙 不要跳到沙漠去一样 那你应该做的是 扩大你的舒适圈 不是逃掉哦 是把让你舒适的地方扩大 事实上 不管你怎么说 看起来这两种说法 是反面的 但是 却是舒途同归的 总而言之就是 踏着你自己的脚步往外 去扩展你的专长 而不要停留在 原来的本领里面 并不是要你 每天都在折磨自己 去跑障碍赛 而是请你要学习一种方式 去改变那种 你已经觉得舒适到无聊的生活 那么到底怎么样去 跳脱舒适圈呢 第一个叫做 别吓着自己 很多人呢 他们常常害怕位置 我来说一下好了 我很久以前曾经用过一个秘书 他其实比我还小个 十岁以上吧 那当时呢 他可能也都不到三十岁 你看这么久以前 那时候Google也已经 就很容易用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叫他去用Google 他就是百办不愿意 他不学 他不喜欢学 所以后来当然 我觉得他很不适合我们公司 你本来也许你很喜欢打雷 然后你一切都靠人际关系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学一些新的技术的话 那你就会被这时代淘汰 那之前也有一个就是公司的司机 也就是说他可能以前开的是 你知道以前有首排车吗 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 有哦 但是他现在就是即使公司他换了新的车 他所有的东西不会用 然后Google他也 Google Map他也觉得 没有我记的路好 可是问题是 当你去到陌生的地方 或一个新的区域的时候 你不会用 那你就脑袋再好再会记 你都会很完蛋 经验法则是不可以一直适用在未来的 其实很多事情很简单 包括AI 怎么写程式很简单 你不要先吓坏自己 先用用看 你能不能记得以前 我们在教爸妈在用电脑的时候 他们那个握滑鼠 就很怕被老鼠咬到的那种感觉 很多人用AI也是 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新鲜事情的人 我就会去试试看 当然等一下要告诉你 我用这个AI的结果 我这一次哦 我们这个老师这是 那个我的那个商学博士课程 在讲那个金融的问题 就是要读的是金融的论文 比较学术性了 那么总共呢 有 哎呦我的妈 有12篇文章要读 每一篇有一万字 就只给你14天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 我又在赶别的论文嘛 赶那个历史博士论文 那我到底怎么办 于是我就想起了 我要不要试试看AI 你不要觉得现在只有Chart GPT 或者还停留在它的中文不太好 现在大陆也已经有一个软体 我用的这个软体叫做Kimi 不是在跟你介绍 但非常有趣 我就把用那个PDF档案 就是在电脑可以拷贝的 你不需要输入文字了 你只要把那个拍起来 它就可以辨识 于是我跟我同学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把其中的这12篇文章 全部就用PDF档输进去 请他 比如说我们要写 什么是研究重数 什么是实验方法 什么是假设 什么是创新结论 就把我的要求说 好你读了这篇文章之后 你要回答ABCDE这四个问题 请帮我归零 好等一下再告诉你出来会怎样 有没有省到时间 幸福好时光 你想知道我的实验 到底有没有帮到我的忙吗 我真的有把 我觉得这是前提 有把那12篇看完 当然看完不代表完全了解 那我就开始输入第一篇的时候 我们那个组里面有一位是 北大物理系 15岁他就读了北大物理系的天才儿童 他是女生 我就说我们现在都读了第一篇 然后我们来看看AI厉害还是我们厉害 一开始验证的时候 我们这位北大物理系的同学 他就说 戴友姐 他回答的太好了 我自己第一篇写了三个小时 结果他30秒回答的比较好 我心里就是一片凉 我想那他需要我干嘛呢 这世界好像也不太需要我了 但是第一篇因为比较简单 后来到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八 哒哒哒哒哒的时候 我就发现 只要那个问题比较复杂 或大家用的语法 没有那么清晰的话 他就开始胡说语八道 还是跟以前的技法 大概还是有一点像 所以呢 二三四五六七八点点点都不准 那但无论如何 我倒觉得 他提供了我一个方式 也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像机器一样 虽然我很慢啊 这样子的答题 就先把这些问题点 答案点需要回答的找出来 然后呢 把输进我自己的脑袋 所以我光看这些论文时 我就会先看到问题点 这就是 AI在回答问题的方法嘛 所以它是目标性很重的 当然 后来每一篇 我都是自己写完的 然后一边写一边笑AI 可是我也知道 不久他还是会比我强 会了解这些 比较陌生的学术型的语法 而且我会退化 他会进步 就是这样 先别吓自己 很多东西很有趣 很简单 那么再来呢 如果你要离开舒适圈 对很多人而言 常常就是换工作或创业 你要有最好的准备 最坏的打算 这个讲法当然很鸡汤 也就是 这个讲法 看起来就是在安慰你的吧 但是其实你最好 还是做一个计划 不写企划书 也要写在你的脑袋里面 到底目标是什么呀 筹备的方法 过程 步骤 预算 或者甚至在最坏的时候 怎么样度过困难 那你就不会心慌嘛 像我都是这样跟我自己说的 也就是 我这时候拿博士也没有要干嘛 也不去教书 所以呢 我愤外轻松 眼看着跟我一起的那些同学 二十七八岁 三十几岁 他们是要找工作啊 要赶快拿到 我相对的没有这样的外在压力 那是不是 就是最坏的打算 就不过我也不会死嘛 虽然我还是努力在想过的路上 是不是 未知 有时候让人充满恐惧 可是你如果不去学东西 就代表你生命在此刻停止 那么经过你的规划 谈算你的最小获利 最大损失 那你就比较不会焦虑 但是很多人呢 每天算的都是什么 他在担心啊 就是担心有点小损失 担心没得到自己想要的获利 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立场 看起来很乐观 但其实是悲观的 我永远会盘算 做这件事情的最大损失 那如果比如说像写论文 我虽然耗了时间 但没过也没损失啊 那心里就舒服多了 不是吗 好 第三个叫做设定停损点 当你感觉踏出舒适圈的时候 你常常会觉得死路不通 不尽人意 很多人做生意是这样 投注了好几年 但是发现呢 你越投资 蒙受更大的损失 我当然也有经验了 但是你要懂得踩刹车 如果那个行业的改变 跟你平常算的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需要踩刹车的智慧 很多人不是错在选错行 做错决策 而是在于 你也未免倔强的有点瞎 你并没有踩刹车 比如说这个生意再投下去 根本竞争不过 比你钱多的大企业 而你也不高兴 也没天分 又请不了适合的人 那怎么办 其实我的答案是 不管沉默成本有多少 就麻烦你先放弃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有些时候你在这里放弃了 不代表你这辈子 创业会永远失败 或者是被一个人辜负了 你的婚姻就会永远不成功 有时你要把它当作 上天在启示你 告诉你说 这里是来让你学习的 但是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是为了 在这条坎坷的路上 前头有个转弯 要走上另外一条康庄大道 我从每个失败之中 的确是意识到这样的道理 我们在讲离开舒适圈 或者是扩大舒适圈 我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东西让你觉得 很comfortable应该就是 你做习惯了 所以你很顺手了 但是如果你不学新的东西 你做习惯了就永远只有 二十年前的那一件 那再来就是要保持你的 情商 而且要好好的跟 你可能的压力源沟通 不要自我纠结 钻牛角尖 也不要因为你的焦虑造成 情绪的紧绷 那么 离开舒适圈不是那么难 但是很难这样一下子 啪通就跳下去 又不是在跳悬崖 很多人的离开 就感觉就是像跳崖一样 其实不是的 就是在这个 未知 还有你原来的舒适圈之间 一定有一个门 但是这个门是什么门 这个门是学习之门 你必须先学习到 怎么样可以跳出 舒适圈的知识 每一条道路 就通往你更宽广世界的道路 建筑那条路的下头的石头 或者是桥梁 一定都是知识构成的 只要你去学 你就会发现 还有别的春天 最后一点 离开舒适圈 叫做跟刚刚讲 长女的问题是一样的 叫做知道界限 你要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 也就是你不是只有努力就会成功 很多人都以为 我就是很努力的 我有咬紧牙根做 事实上 我在公司里最怕的这种人 也就是他没有想 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花了十分的力气 但是因为现在的公司的状况是 没有人是真的在全权监督你 但是等你 突然有一天 去看见他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已经整个就是像一头水 就是叫他去喝水 就没想到他在水里面 这只水牛就越走越深 越走越深 直到灭顶的距离 就是你把一个东西 为了想做好 但是做到了走火入魔 做到走火入魔 就跟一遇到困难 就开始为自己射天花板 说我达不到一样 都是让你不会进步的一种行为 舒适圈只是人们对于安全区域 安全范围的新说法 那舒适圈如果真的很舒服 请问你为什么要离开 就是因为他舒服到有点无聊了 所以你才会想要打开扩充他 现在的人 其实要有面对未知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舒适圈一直都在被改变中 你看到有很多的企业 他怎么 之前以前是个大公司 可是经过了疫情 他倒了 因为现在的世界黑天鹅来的太多 如果你一直弹性的 不弹性应变的话 那你很可能就是一下子被淘汰了 你完全不知道 看看科达软片 还有看看曾经刺杀风云的 Nokia 你就会了解 我大概是在说什么 很好的东西 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他还是可能被淘汰 为什么 因为有别的比他厉害的人 或东西 从地平面的另外一方 跟你不同的跑道上升起 当就在你以为 我前面也没有敌人 后面也没有敌人 我是No.1的时候 你那个星球就被外星人炸灭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明天当然不一定完美 我其实很怕完美主义者 觉得这世界一定要 照他的期待而进行 但是我们也可以照自己的期待 继续进行 世界不会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但是你可以把你眼前的世界 布置成或者铺展成你喜欢的样子 至少是一集一集走向光 你有个梯子 可以看到更好的视野 而不是一集一集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谢谢你收听 幸福好时光 听我这样啰哩啰嗦